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这些都将帮助京东提升在选品、费货等方面的能力,总的来说,Google本身就是一台强大的营销机器,多种营销工具可以帮助京东更快,更精准的获取用户。 另一方面,对于零售业来说,只有前端的营销环节是远远不够的,零售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始终是供应链的能力,而这也正是Google选择入股京东的原因。 据悉,京东印尼已在雅加达、四水、昆殿、棉兰和旺加西设立仓库,并拥有一家名叫Jaya Express Transindo的物流公司。 相对于当地其他电商而言,京东印尼拥有最大的物流网络,85%的订单可以在一天内收到。 就在不久前,中国驻印尼大使肖谦还携团队考察了京东印尼位于Miranda的仓储中心。 京东印尼的商品已发展到19个品类,127个子品类,涵盖3C、家电、时尚、奢侈品等,SQU超过35万,服务超过2000万用户,为印尼本地人才创造了超过2000个就业职位。 京东计划2018年底,在印尼建立更多仓库,并成倍增加仓库空间。 京东印尼大部分出售商品均存放在自有仓库,配送服务覆盖7大岛屿,483个城市和6500个区线。 他们现已在雅加达地区推出印尼配送标准时效产品210服务。 由此可见,京东在海外的布局不仅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,还获得国际科技巨头的认可。 为他们接下来的全球扩张提供了信心,阿里海外扩张受挫,压住东南亚,伴随着国内线上整口红利的枯竭。 京东,阿里巴巴等巨头纷纷出征海外市场,阿里尤为激进,电商,物流,支付全线出击。 速卖通起步于2010年,并在2015年转型为类似天猫的B2C平台,同时在俄罗斯、巴西、西班牙等地区取得快速发展。 此外,他们在2015年以5亿美元入股了印度电商平台SnapDill。 蚂蚁金服在同年投资Page,2017年,阿里云落地印度,今年2月,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又投资了两家印度初创公司。 阿里领头在线杂货商BigBasket3亿美元,蚂蚁金服则向印度美食推荐平台Zomato投资2亿美元。 东南亚方面,菜鸟在2014年就斥资2.49亿美元收购新加坡邮政10.35%股份。 2017年3月,首个YouTube在马来西亚启动,天猫出海已经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通Tao Bao Collection站点。 蚂蚁金服更是在东南亚展开了大采购。 除了HeloPay以外,还收购了泰国的Asand Money、菲律宾的Mint、印尼的MPEC等移动支付厂商。 不过在另一方面,阿里也同时在多个市场遭遇挫折。 首先,受制于俄罗斯保护主义政策,速卖通在俄罗斯发展并不顺利。 据东哥俄罗斯做电商的朋友反馈信息,2017年的交易额暴跌至1000万美金。 曾经的俄罗斯第一大电商,已经不再是速卖通了。 同时,2016年才上线的JOOM可谓是俄罗斯电商界的一体黑马。 其疯狂程度如同国内的拼多多。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JOOM具体的GMV数据,但从月均GMV增长50%, 日均订单20万这样的传闻就可以知道它的火爆。 在印度,电商市场基本成了亚马逊和沃尔玛争夺的天下。 阿里支持的Snap Deal排第三,明显落后于前两位,在模式上似乎也不占优。 相比之下,唯有东南亚的Lagada尚存一丝优势, 但同样遭到Shopee等几家本土电商的激烈竞争。 他们在3月对Lagada追加了20亿美元的投资,同时更换了高层, 只派彭磊出任新CEO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,Lagada的处境并不顺利。 同时在多个海外市场遭遇挫折的阿里巴巴可能会把重注压在东南亚, 只能把彭磊压上,亲自督战。 阿里电商国际化多年,所遭遇的挫折显然远远不像财报显示的那么亮丽。 全球电商巨头聚焦东南亚,一场混战。 东南亚电商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被重复过无数次了。 快速增长的经济,数字化的生活方式, 以及大量的年轻人口为电商爆发提供了契机。 如今携手Google的京东将在此与阿里、伊布里、亚马逊等巨头展开决战。 6月18日,阿里马云正在访问马来西亚, 因为换了对华强硬的总理马哈蒂尔, 扬言要废除之前对华签署的不平等合作。 马来西亚是阿里在东南亚布局的重要节点, 只能亲自出马解决麻烦。